來自日本北海道國立市藍工業大學的四位同學 市道大學校園欣賞美麗的櫻花 其中唯一的女同學伊莉聰子表示 在日本賞櫻大家一邊吃東西一邊賞櫻 和台灣不大一樣 她說在日本賞櫻花是 很多人圍在櫻花樹下 然後一邊烤肉或是一邊吃東西一邊欣賞櫻花 所以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因為她看了一個日本作家的書 所以她覺得她看了日本作家的書之後 她就是想要藉由這個姊妹校的機會 然後順便來台灣玩然後參觀我們大學大學 應用日語系這學期是來了四位日本姊妹校 國立市藍工業大學短期交換留學生 留學期間是3月4號到3月11號 應用日語系除了安排留學同學一起上課之外 還利用晚上帶他們觀光台灣出名的夜市 對臭豆腐和雞排等台灣出名的美食 留學生是表示相當喜愛 她在日本的時候她有在網路上查過 然後大部分人都是說台灣人很親切 然後這是一個很熱情的國家 所以她其實她沒來之前她有在懷疑說 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可是她實際上來了之後發現 比網路上說的再更親切一點更熱情 她說因為她目前已經是研究生的狀態 然後快要畢業了 所以她資格不夠可以參加這個 這個大業跟自然工業大學的 姐妹校這個交換留學的計畫 但她以後如果出社會 她有機會她還是會選擇來台灣 應用日語系系主任黃英哲表示 大學應用日文系創新11年 目前已經和日本市所大學締結姐妹校 並提供姐妹校同學 互相交流的機會 大業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呢 目前有四個姐妹校 那其實當然也是我們大業大學的姐妹校 那因為我們應用日語學系 是算是對日的窗口啦 那常常都會幫忙我們這個 國際交流組來做一些 這個服務的這個部分 我是今年三月會去日本 世南工業大學交換留學生的 應用日語學系的三年級學生 也很高興他們在放春假的時候 來我們台灣做這個的交流 來參訪的同學 對大大學優勉的校勇環境 和台灣人親切濃厚的人情 為是贊不絕口 這個為期一星期的短期留學 除了展現大大學國際學術 交流成果之外 留學生已表示 未來如果有機會 會選擇來台灣繼續生肇 在野戰 台人新聞劉新校 李官妹採訪報導 字幕開啟 それは明星重像 是